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数很多,就像凡尔登战役,他之所以被很多人知道,是因为这场战争死了很多人,而第二种原因就是以少胜多,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,我国历史有很多这样的战役,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抗战时期的衡阳保卫战。 1938年,德国率先出手,对奥地利发动侵略,奥地利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,很快就被德国占领了,紧接着德国把矛头指向了周边国家。 而当时一战时期,德义洋洋的英法等国瞬间眼疾息鼓,为了保住他们自己,他们决定以牺牲其他国家来保全自己。 之后四个国家的首脑,在慕尼黑进行了交谈,最后决定割地给德国。 但是这并没有让德国停下他的脚步,反而更加疯狂,二战的罪,魁祸首是德国,但是他最根本的原因,还是那场连累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。 因为经济的萧条,很多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分歧,德国也是这样,经济危机带来了混乱,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,迅速在德国发展,并逐渐掌控了德国。 希特勒的野心随着掌权而逐渐显露出来,调整完国家内部秩序之后,他随即发动了侵略扩张。 与此同时,日本也开始走向法西斯的道路,德国和日本一拍即合,还有当时的意大利,他们为了侵略扩张,结成了盟影。 1939年,二战随之而来,世界很多国家都被拉下了水,一场风暴就这样到南了。 当时的日本,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,其实日本觊觎中国已经很久了,可惜以前没有实力。 1937年,在日本的策划下,一场侵略中国的战役就这样爆发了,日军带着先进的武器,中国根本不是对手,但是我们的先辈们还是殊死抵抗。 一批人倒下了,后,面敌人又紧接着,前赴后继,没有丝毫犹豫,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,我们也取得了几场的胜利。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衡阳保卫战的那场战斗,它之所以著名,是因为它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难得胜利的战役。 同时也是因为这场战争,我军人数远不及日军,在抗战史上,唯一一次人少还胜利的战役。 同时,此战役也是在日本自己的战史中记载,的唯一一次伤亡人数超过我军的战役。 1944年,日军企图在最短时间里拿下衡阳,为的就是打通战场。 日军派出的兵力,比以往任何战役都要多,可见这场战役有多么重要。 但是我国的军队也不是摆设,他们死守衡阳,一场战争下来,日军溃不成军。 在这场战争中,日军派出了大概十万人,而我军只有一万八的兵力。 当时的军长方先决在这种情况下,仍然没有放弃,凭着现有的一点武器,歼灭了日军六万人,而我军伤亡人数1.5万余人。 这个比例在抗战历史上是少要,说出来就让人被决自豪。 但是由于援军迟迟迟没有到来,最终他们还是全部牺牲,而衡阳最终还是失守。 但是这次战争,牵制了日军的步伐,为其他战场赢得了时间。 而日军的这次失败,也导致他们首相直接下台,虽然伤亡惨重,但最终还是值得的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